有個幾層高的佛堂 很近民居, 隔一條路 對, 很近, 但這是威倫頓街 那條街很窄, 還要單向 如果對著就真的很近 不過我也有看過, 馬上帶你去看 好 真的挺近, 裝修了一條廟 我們可以當廟看 因為左右看牛角會否對著你 如果牛角沒有對著你, 就不怕 對著你又怎麼辦? 一樣給紅布, 或者圈圈去其他地方 紅布要放在旁邊, 別只放在前面 對, 不然會撞到你 撞到你 如果裡面放骨灰, 有問題嗎? 也沒問題, 骨灰經常說 發了另一種物質的紀念價值 它沒有陰氣, 所以不用怕 所以住正對面的觀眾也不用怕 如果店舖或家裡 對面有一條龍擺在對著我們 怎樣收拾牠? 有條龍嗎? 對 龍不用, 龍是吉祥的, 就隨它吧 隨它就行? 簡單一點, 我們說鬥煞 給它一桶水, 收拾牠的龍回來 好的 水收拾牠的龍嗎? 當然, 龍要喝水, 龍上水 還有一位觀眾寄了一個圖 比剛才更精彩 對, 就是在民居附近 竟然有四、五間廟出現 沒錯… 很厲害了 這個太平山街 有百姓廟 太歲廟, 我也不知道 上環有太歲廟, 早知道不用這麼遠 在這裡拜太歲就行了 有水月宮, 觀音堂 德福宮 德福宮 更厲害 這裡不僅是廟, 有基督教的 而且不僅是廟, 還有很多教堂 對, 很神聖 知道為什麼這裡會有這麼多廟嗎? 不知道, 真的 照我想的推想 原來以前這邊是東華東苑 很多人生病, 就會去求神 淺生了這麼多廟 尤其以前的老區 老區來說, 老人來說 通常都是街頭街尾, 容易有福德 所以看到這麼多廟 但是在民居附近這麼多廟 會不會很大煞氣或很大影響? 會, 說過了 也要看看你的廟究竟有什麼用 太歲廟, 每個人都祈求好 今年是好的 化太歲 化太歲就化得比較安樂 放了之後…出來是不是很開心? 今天很放心, 犯太歲也不怕 你就沒事了 所以也要看看人的心情 對, 德福公的名字也是德福, 是不是? 觀音堂一般人都是扣 觀音, 挺好的 跟他聊聊天, 開解心事而已 其實廟附近也沒太大問題 除了是牛角叉 只有牛角叉 師傅, 每間廟我都拜了 然後心安理得而已 你也可以這麼說 有什麼廟有影響? 那就是沒有 對 只記著牛角叉就行了 人們整而生生暗鬼, 什麼都說有影響 廟前說廟前說, 廟前說 看見塔, 又問一會兒觀眾 又看到塔 對, 接下來就是陳先生 住在智蓮靜院後面 他說這張照片是他的家裡拍出來的 對正塔, 其實挺清楚 有沒有影響 塔挺漂亮的 因為塔有兩種 一種就是以前有些叫回風塔 那個村子, 生女不生立 人丁單國就建了塔 讓風打下來就旺身體 這個就是佛塔 通常來說, 馮藝塔 其實也沒有什麼煞氣 所以以後你看到塔就不用怕了 那它的尖尖會不會像是鑽住 這個就會, 要看形狀才對 但是你一定要很近 而且你剛才跟層數的尖 這個算是近嗎? 這個不算 也不算嗎? 因為如果近來, 有時是近到… 譬如我這裡有一座大廈 對面有一座大廈 原來這裡以前大廈有這樣的尖 鼻雷針, 對吧 鼻雷針就像這個塔, 這個尖 原來你剛才坐到這裡 原來就有問題 原來我的客人就是這樣 他的公司被人告密 不知告他什麼 就是無告那些 寄信靜靜地去政府機構 調查他 調查了年紀多久不安 原來真的被人捉背脊 這算是放在針霸嗎? 對, 我就叫它放針霸 對… 師傅, 剛才提到的塔 可以收回來做文昌塔 如果它沒有煞氣, 應該怎麼擺呢? 需要再打算嗎? 就好, 粒鏡收回來就可以了 粒鏡? 普通鏡可以嗎? 普通鏡嗎?可以的 我經常說很意念 你想它就吸收了 明白 接著有位家庭觀眾的來信 就是住在觀塘秀茂坪的Trami 他在這裡拍… 這裡不是在家裡拍出來的 他在另一邊拍出來 是 但他在這裡住在這裡 他對著這個廟, 這裡有一個廟 其實不算近, 對吧 跟我們剛才看的距離… 不算嗎? 我們剛才看的那隻屋狂 旁邊已經有民居了 而且我們經常說廟其實沒問題 不過廟你要留意, 慶祝的時候 這些有很多旗桿, 對吧 我說旗桿是煞氣 所以反而要留意旗桿 不用留意這個廟 因為這個廟來說 其實它沒有牛角煞, 什麼都沒有 這個… 像鐵皮屋搭出來 對, 這個又離得遠 鐵皮屋我們又要看什麼煞氣 刀片煞 因為鐵皮屋一塊… 刀片鋸下來就有煞氣 怎麼說?摩刀石? 摩刀石, 對 不過… 旗呢? 旗來說, 可能要砧板才行 砧板也行 砧板也要砧板, 旗就等於一支插著你 好像等於我剛才說鼻梨針一樣 對, 說完鐘, 不如我們說西 說教堂 好 立即有位家庭觀眾 住在廣播道, 住在低層 對正教堂 十字架 對, 教堂時… 家庭觀眾叫Louis Chan 教堂時說沒問題, 是嗎? 這個十字架沒什麼煞氣 因為它不是獨立的十字架 在屋頂看見, 其實沒問題出現 這樣形狀就沒問題 沒錯… 插了出來的十字架就有問題 這個可以當作羊的煞氣 不是形煞, 這個就簡直像形煞, 對吧 那怎麼辦? 如果對這個來說, 我們一樣 遮擋發豆鼻 通常用傘或植物就可以擋了 需要用反光玻璃紙嗎? 不用, 不用斜著人家的教堂 通常用植物擋就可以了 或者放浸沙也可以, 所以不用擔心 小問題 其實上環堅島附近有很多教堂 不如我們立刻實地看看 好… 教堂就沒事了 對, 也沒有十字架 也不覺得有什麼普通的大廈, 對吧 有空聽聽人唱詩歌 通常合唱都很聽 其實上環那裡是特別多… 因為有十字架 跟剛才那樣是沒事的, 你知道了 擋也不用擋了 師傅, 剛才你說對著十字架 如果是整個有一個形才需要發 還要很大才有問題 你不要隨便看到兩隻手指貼上 十字架就以為是有問題 但如果那家人剛巧有宗教信仰 他又對著很大的十字架 不會的 你還會回家, 不用擋 你說他家裡看得到外面嗎 對 我一樣是病的 也是不好的 也是病的, 試過的 如果我反過來, 我對著不是廟 我對著… 廟是一個佛像 例如整個佛祖或觀音很大 會否有方便宗教信仰 拜你才方便一點 佛像沒說有殺氣 好, 接著又有家庭觀眾 Helen的來塞就說她家裡這張照片 就是看著她的十字架 你不說我也看不到 對, 你猜猜哪裡 簡直猜不到 對, 就在這裡 我剛才說了 她有十字架 你有十字架… 她經常睡不著 你不要經常罵人家十字架 可能你個人問題, 是不是嗎 我跟她前面有燈柱 電燈柱你不看就看十字架, 是不是嗎 可能電燈柱有火殺 又或者頭髮會不會對到你 是嗎?我講話會休克 那就容易有問題 所以應該是火殺的問題 放水去擋鑽吧 如果看到蛇頭又放了什麼 放一隻雞, 不是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放一隻雞, 對, 放一隻雞 這樣就行了, 不用怕 好, 我們聯頭… 今集又說到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繼續說其他的聯頭 又是時候學這個九宮飛升 好的 這個九宮飛升 我看很多觀眾都懂得起 因為剛剛上星期遇到的觀眾 他全部都懂得起 還懂得計算五鬼, 天衣 為何還要光顧我呢 原來他五鬼和天衣同一個房間 他知道床會睡著五鬼 他不敢擺 原來我就叫他 把床就是這樣 這裡是房門 這裡是五鬼, 這裡是天衣 我就唯有叫他這樣睡 衝著床頭也沒問題了 還不止他懂得起 他為何懂得起這麼厲害呢 原來四十多歲 我通常都說年紀大起不了 他原來不停看我們 重播重播重播 再重播, 學到識為止 還要有人稱讚文欣 他都說他挺厲害 原來都懂得起 還要不止我們的粉絲 年紀, 原來差很遠 有些人大到六十多歲 我有一個是BB粉絲, 兩歲 他媽媽找我看的時候 她說 我的女兒是你的粉絲 她一開風山水的時候 哎呀, 松文峰 她只會說這句 那就先稱讚我們吧 有人稱讚你, 不要吵 我這次認識了飛星來講 我還未教你用 這次教用 原來你看到每一格 有三個號碼 這個叫做運星 這個叫做山星 這個叫做向星 當然有時還會有榴槤星 那就教你的口訣了 這個要留心背了 很容易而已 一四銅弓 准發科名之顯 原來一銅四 剛好在這兩個號碼 或者你榴槤 譬如今年這個有四 遇到今年這個一 就叫做一四銅弓 但主要榴槤看回 向星和榴槤星 一遇到四就會中狀元 一是觀星 四是文曲 兩個加起來就會中狀元 但是 一定要外面有一個形狀 譬如你外面有尖塔 或者文筆峰 原來才有用的 接著七九村堂 就常租回陸之災 甚麼是迴陸之災 火災 記住 七原來二七是先天火 九是後天火 原來七和九合起來 就火見火了 這初呢 防禿